Twice纳莲于5月1日 透过微粤实施了现场直播 特别是与日本成员Momo 关系很好的纳莲 经常从Momo那里学到日语 向粉丝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时 她用日语说 太累了 麻烦死了的 令粉丝们引发暴响 在当天的美粤上 纳莲也爆料了 最近学到日语单字 鼻涕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纳莲被粉丝问到 最近学到新的日语是什么 纳莲说 虽然真的很多 并坦白了 4月末 在日本举行演唱会的时候 学过很多日语 其中 纳莲觉得 实用词是 吃吗 这个可以吃吗 可以哟 等等 纳莲就背诵这些发言的 原委解释说 这是日本成员们 最常说的内容 看来 日本成员Momo Sana Nina 等三人 总是在讨论食物 对于分享食物的话题内容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